晚上6點 歡迎加入戰聲大國民 跟你一起一網打盡 夯話題 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接下來的 這一整個禮拜 你的臉書 或者是你透過了 很多網路平台看到的 一定都跟這個 超級巨星有關 那就是Madonna Madonna來了 他今天已經在FB上 PO出了這一張 We are coming to get you 台北 他說台北我找上你了 這一次真的非常大陣仗 是元首級的規格 他已經來到台灣了 第一個晚上 住進了就是60萬 一個晚上的總統套房 然後在禮拜四 他的演唱會就要開始了 有人說 真的不知道 用什麼樣的心情來看他 34年來第一次來台灣 我們先準備了 他過去精彩的曲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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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些有沒有覺得太熟悉了 玉琳哥 對 這個往日回憶湧上心頭 因為它崛起的時候 正好就是我們青春年少的時代 那個年代一個Madonna 一個Michael Jackson 並稱為美國流行約談的東邪系 馬丹丹哥你會唱嗎 剛剛那些歌我都聽過 但是比較熟悉的一定男生 就是Like a virgin Touch for the Virgin First time 因為這個歌詞當時算 我跟你講很多人 那時候還對他的那個 我必須要講 當年他那時候那個肩內衣的那套服裝 那是金氏駭俗 那歌詞也算金氏駭俗 因為在那之前好像沒有歌詞感 這麼露骨的 Like a virgin 宛如處女 Touch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現在是英語教學時間來了 我的英文算標準 因為我是純正英國腔 對 然後就像第一次撫摸 所以他的這個歌詞 大膽的程度令人折舌 所以當時大家覺得說 怎麼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直白的歌手 大受歡迎以後 其實大家也就見怪見怪了 我們看這些畫面 我們現在看 以現在的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真的覺得沒什麼 對不對 而且我必須要講 因為瑪丹娜來是34年 出道以來第一次來到台灣 然後所有的人都用 特別是我們這些世代 可能五年級生 甚至到四年級生 還有可能 五 六年級生 但是你說到了80之後的 很多的小朋友 對他是越來越陌生 你可能比較知道Lady Gaga 現在的年輕人 你剛才講瑪丹娜 他以為說是麥當勞 他會以為說你要進大雞腿堡 還是那個賣香雞堡這樣子 你這樣講 娜姐會傷心 他這一次可是比較像 元首一樣的陣仗來到台灣 你光看昨天來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個人認為娜姐的故事 相當勵志 因為他那一年 他就拿著這個 1000塊的台幣 35塊美金 跟一張媽媽的照片 就到紐約去發展了 告訴自己一定要成功 果不其然 在他堅忍不拔的這個意志力之下 所以他的整個這個故事 對於演藝圈中人來講 是一個相當值得 大家去激勵自己的 一個很強的一個中年能量 我剛剛為什麼會覺得有點感慨 因為我們看他就覺得 這是一代前後 是超級巨星 但是現在年輕人 像我今天化妝的時候 然後我那個化妝的小妹妹 大概不到20歲 我就問他說 你知道瑪丹娜嗎 我畢人很興奮 他就說 他這個搖頭 不是說他不知道這個人 他沒聽過他的歌 然後他大概就知道Lady Gaga 所以我可以知道 為什麼娜姐後來 對Lady Gaga會有點不開心 她覺得說你Lady Gaga抄襲我 為什麼你還反而 現在知名度在我身上 因為他們的同質性還滿強的 對啦 所以我們又看到 像蔡依林也有有沒有 蔡依林不是有那個折手舞嗎 也是 其實當時看到的時候 大家就說 這就是跟瑪丹娜一樣 這個都會有餘量情節 就瑪丹娜對Lady Gaga 那蔡依林崛起以後 蔡依林就不高興 對啊 蔡依林沒有不高興 對 他們是不同領域的 是這樣比喻嗎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段就是了 你說當時 蔡依林的這一張專輯出來之後 然後她拍了這個MV 你看到所有畫面 你如果對比 瑪丹娜 你就會發現那折手舞 就是娜姐一開始戴起來的 然後還有你說 蔡依林後來的這些舞蹈動作 你就做瑜伽 做這麼高難度的事情 娜姐一開始 那蔡依林始終是把瑪丹娜 當作她的追求的目標 跟她的偶像 所以她的很多 不管穿著 曲風 其實都有娜姐的 這種感覺在裡面 所以後來她就說了 這是像她的偶像之計 我猜她這一次應該是要去抽身 對不對 這是對的 就是每個藝人 有心目中一個殿堂 有一個目標去遵循 總是朝著那個目標前進 成功率就高 像我一直朝著 Tom Cruise的目標在前進 所以慢慢的 弄久了自己也就像了 對不對 像你 人家不是說你是新聞界的林心如嗎 有人這樣講 黑人告訴我的 對 她跟我說你等一下遇到她 一定要跟她講說 我覺得她是新聞界的林心如 我今天看到你本人 因為其實都在新聞上看到你 你比林心如更漂亮 是 真誠地的 不要這樣 心如應該我要叫妹妹 她年紀一定不要這樣子 她說真的 妳保養得比她好 這一切都是客套話 不過我們剛剛看到瑪丹娜 或是讓人家激情那種 我跟你講 在過未來這幾天 我相信你一定在網路上 通通都是她的新聞 因為她真的就是 一個時代的代表 是 但是這個會形成一個 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年輕人不曉得 我們在封什麼 因為剛剛你講的 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她 或者是對她不熟 可是我覺得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認識她 因為你會知道 為什麼她會成為經典 她東京一定有故事 一定有過程 一定看得到她的努力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看到這個 也是今天 我們看到在Google上 除了瑪丹娜是熱門關鍵字之外 另外一個 那就是敦南成品 然後第三就是新年紅包 也就是到底到哪裡換新鈔 可以比較方便 然後我們講到敦南成品 其實這個消息很有趣 是因為剛剛成品 已經出來澄清了 他們今天傳出一個消息說 敦南成品也要吹洗燈好了 很多人傷心 然後他們趕快出來說 其實我們的租約到2020年 還有好幾年 大家不要再請問 所以到底要不要吹洗燈號 至少要2020年 對 2020年他們也可以續約 所以 但是他說那個現場 他要蓋一個16層樓 好像是一個複合26樓的 複合式的商業大樓 這個是鎖商業考量 因為這年頭賣書 真的是不好賺 事實上現在敦南成品 往往變成什麼 就是去看書的人 比買書的人還多 去約會的 比去看書的人還更多 我們看這個之前 我先來看一段影片 為什麼要先看這段影片 因為就有大陸網友 在這兩天 他們就談到了敦南成品 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畫面 其實現在在大陸也有 因為在蘇州 成品就開了一家 然後敦南成品 很多人就講說 我有特別去他的網路上 Facebook上面的社團看一下 有人說陽光 空氣 水 還有成品 也就是說他們覺得 那是夜貓子生活當中 絕對不能消失的 那為什麼他會成為 大陸網友討論對象 不是因為他們知道 他吹起很好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 新華書店 也是一個連鎖書店 結果有這麼一段畫面 是他們把看書的孩子 趕出去 外面零下30度 媽媽生氣了 書書館是看書的地方對不對 是 好 那麼呢 新華書店不是看 海鷗的地方對不對 嗯 我們的孩子多大 我們的孩子是10歲的孩子 你看了吧 10歲的孩子在那站著 他們兩個進來了 我跟你說 沒到5分鐘 你把他們撵出去 你是怎麼撵他出去的 我告訴我 我是這麼跟他說的 我說海鷗這不是看書的地方 你要不看了 不買的話你放在那裡 你出去吧 不看怎麼能知道買哪本書 它不是 它是坐在那看起來沒完的 是啊 你怎麼吃都沒完 不到5分鐘 你正常選書 你拿著書 你是不是來看 我看可不可以看個目錄什麼 你們哪個規定是這樣的賣書的呢 賣書是什麼規定 有沒有 很兇 他說我們賣書就這樣規定 然後他是在微博的這兩天 他是他們的教育榜的第一名 他就是在講說 新華書店不是看書的地方 這個不OK 這個從我小時候開始 這書店就是要給人家看書 看著看著喜歡的就會買 那個不給人家看的是什麼 有一種書是外面會加封套 除非是琴瑟的 或者是說某些 雜誌類 因為你看完一遍 你可能就不會買 看完你就不可能會再買了 那一類的書 他們會加一個封套 就是在預防說有人看了不買 否則的話一般的書 其實就是可以提供給大家 你自己會常觀書店嗎 像端南成品 你有感覺 因為大家都說我是文青 事實上那個 你剛剛講的空氣用光水 老婆加成品 就是我生活 生命當中的組成的五個元素 好的 那個端南 最近好像風波不斷 剛剛你講這個成品要推行 前陣子說雙聖 都在仁愛路融環那裡 以前我們當製作人的時候 就是常常那個 因為他20小時 所以經常半夜就跟人家約在那裡 雙聖要錡燈號 敦南成品也傳出要錡燈號 即便2020年 其實也沒幾年了 要推錡燈號 這個就等於是一個時代的回憶 就整個好像就要消失了一樣 所以當然會有很多感傷 而且我跟你講 你在講的同時 我為什麼拉起來了我的手機 因為我就記得我看過一篇文章 它就是廣州的一個主筆 然後是大陸媒體的主筆 他寫了一段 他寫說在台灣 他說他們的書店是有主張的 堅守在黃金地理位置 逛書店是一種享受 讀書是一種態度 然後他寫的這一段 我當時看了 我就覺得心有氣氣焰 對 我們就是 他們就覺得很喜歡 台灣成品這種風氣 但是Anyway 成品現在也到香港去開了 也到蘇州去開了 其實我覺得那個會 還是有一個風氣的帶動 只是很可惜他在台灣 成品在端南的這個點 我是覺得商業考量是說 因為你知道那個地 那個就是黃金地段中的黃金地段 拿來蓋商業大樓 可以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賣書我剛剛講 賣書其實是賺不了什麼錢的 尤其現在網路的電子書 這麼的普遍 所以他們就利益考量來講 當然會覺得是蓋商業大樓 可惜的是說 對於台北市來講 我發現你對於這件事情 真的很有感慨 對 真知灼見 對 真知灼見 就是說台北市 可以拿來稱讚的文化的設施 已經不多了 你覺得很外形對不對 如果它消失的話 另外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說關鍵字 你會不會因此 就乾脆包紅包不要給錢 給圖書禮券 圖書禮券 你紅包 今年紅包怎麼包 今年我以前開公司的時候 紅包是一件商老金的事情 因為員工要包紅包 有時候公司營運不佳 可是為了要那個面子 還得去跟銀行借錢 你換新鈔了嗎 還沒 對 沒有 我講是說 那個銀行行員問我說 你借錢要幹嘛 說要包個員工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這當老闆的壓力 後來現在就經營 個人的演藝事業了 紅包主要對象就是爸爸媽媽 我們來看一下 說包紅包一定要有個行情 學問很大 我們包給小朋友 當然就叫壓歲錢 原來包給長輩的 要叫添歲錢 這個我倒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一定是268 這個比較討喜 一定的 因為你不可能包3100 它觸到眉頭 那是白包才會 那你都怎麼包 通常 我跟你講 當然我有時候講實際的數字 容易被人家誤會 我在炫富 但我必須講說 這是我的孝心 我把我收入的大部分 都包給我爸爸媽媽 我在包大概都20萬等級了 因為 分開嗎 爸爸一包 媽媽一包 手比也沒那麼大 兩個加起來 因為所謂給爸爸媽媽 等於就是給媽媽 因為我媽恭喜發財 給媽媽拿了 爸恭喜發財 我媽媽手就伸過來 就有爸爸的槍走了 我爸爸就無奈 就是這樣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老公的就是老婆的 對啊 我爸爸的錢就是我媽媽的 所以就都這樣 那個拿紅包切記 你知道有的長輩年紀大了 很容易忘記事情 我以為你過年遇到一個長輩 拿出紅包 玉琳新年快樂 你在台北好不好 跟我聊聊 我想說塗他那個紅包 就聽他聊了30分鐘 30分鐘過後 那個長輩紅包拿在手裡面 好啦 總之祝你新年快樂 拜拜 紅包又放回口袋 他忘記給你 對 那我想說 那我幹嘛聽你訓話30分鐘 你是感情 感情無價 有種感情無價 那我是呼籲年輕人 長輩給你紅包 先拿過來再說 入袋為安 好啦 而且紅包的那個後 有時候後是100塊比較多 不過我們來看到超級印超機 今天有一個超級名模 他成為了我們的焦點話題人物 因為在雅虎上面我們看到了 大家為什麼在搜尋辛迪克勞夫 因為這一位也是在90年代的超模 他宣布要退休了 這個就妙了 今天那個製作單位人告訴我說 有一則辛迪克勞夫退休的事情 他說 辛迪克勞夫退休 我以為他10年前就退休了 沒想到 沒想到他現在才退休 你怎麼這樣 他在他的醫者規面上面 今天就宣布 對 他就說 因為他已經覺得 他在這個模特爾街 在T台這上面 其實真的很久 而且說真的 他女兒都出來 繼承他的一波了 他的女兒14歲都已經簽約 然後也走上迷謀路了 雖然媽媽心裡面是有點擔心 不過真的是後繼有人 然後我們再看到 你說他這麼的美 然後事業做得大 錢賺這麼多 他還有健身的禮貸 但是我講真心話 辛迪克勞夫從他在當紅的時候 始終都不是我的菜 為什麼 因為對我們這種身高 這種樣子的人 通常會覺得那樣子的人 是高不可攀 因為身形高挑 太完美 又這麼完美 所以我們如果覺得高不可攀的話 其實就不太對他會有什麼遐想 對 就是自己知道知難而退 不過他宣布說2月20號的時候 他50歲了 其實你看得出來他50歲嗎 完全看不出來 真的很恐怖 然後我們看到可能是他過去拍的 你知道他有拍那個健身的影帶 從1992年好像開始 然後有四個版本 大賣 所以超級硬 硬超級 但是我必須講一個事情 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女生保養得很好 這個身材看不出來是50歲 其實只有一點可以辨識 你注意看他的眼神 因為他再怎麼樣去整形 或怎麼樣去健身對不對 那個眼神當中那個歷戀 那個歷盡滄桑的感覺 是無法掩飾的 所以你只是一個女人眼神 通常就可以動習她的年紀 像你的眼神看起來 怎麼看都像18歲 各位沒有看清楚 18歲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 辛勁科老復的女兒 已經有她的基因 所以就繼承了女神的基因 你相信人想利用基因 把蚊子弄到絕子絕孫 這件事嗎 好像一直以來都會有在研究 所以現在我要告訴大家 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茲卡病毒 茲卡病毒為什麼重要 因為今天就剛剛 我們的機關署已經告訴大家 它跟MERS列為同級 是第五類的法定傳染疾病了 也就是說現在有很多的地方 它因為茲卡病毒的蔓延 它基本上就是蚊子咬了之後 就傳染了 然後在巴西最嚴重 可是現在在中南美 就有27個國家 很嚴重 所以它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 列為全球緊急公衛事件 然後因此我們就要提醒大家了 請你出國的時候要小心 現在東南亞也有管制 你要去東南亞 你真的不去商務 因為我出山就要去泰國 那訂個行程 我跟潘若迪他們一家人 然後我們一家人 那一家人就包含小孩也要去 所以我跟潘若迪 最近在討論這個事情怎麼辦 那小孩是不是不要帶去 可是其實這個旅程 而且你小孩那麼小才10個月 對 但是本來這套旅程的目的 就是說要讓小孩出去透透氣 因為一直以來從出生到現在 幾乎就在家裡面這樣子 對 那怎麼辦 好 我告訴你怎麼辦 先看一下 我們的官方有拍一支影片 短短的幾十秒 20秒吧 讓你清楚要怎麼辦 好 你有看到他的潛伏期就是十幾天 然後他告訴你說 你真的是蚊子叮了之後 就會傳染了 因為他基本上通過血液 那對小孩來說 當然現在他們就擔心說 另外大人的傳播媒介 可能包括了親密的性行為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提高警覺好不好 因為現在已經是世界性 他們叫做這種 這種像是猛爆性的 這樣的一種蔓延了 因為太恐怖了 27個國家現在都有本土的病例 所以我們揉這些字卡 真的是善盡一個媒體的責任 希望大家一定要 真的要小心 真的 然後你如果出國的時候 你要不要學學他們 有些人帶了那個 帶了什麼 造食物的那個罩子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就是那個 對 那個叫什麼网 那個叫什麼网 就是人家會放在植物上面 對 就是這個 蔡蘭 也不是 是這個形容詞嗎 對不起 我真的太久沒用它了 其實露營的人也有準備這個 然後他們說 因為小孩的尺寸差不多 所以乾脆就把它給罩住 就把它罩著 這個訪文的方法很多種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也怕蚊子 你知道蚊子怕什麼 蚊子怕青蛙 因為青蛙會吃蚊子 這個有用 這個大家試量看 就是當你身處在蚊子很多地方 你就模仿青蛙叫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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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蚊子基於本能 他就不敢接近你 因為他以為你是青蛙 真的 我每次聽你說的 我都在想 如果你一本正經在告訴我的時候 我為什麼還覺得你在胡 我提供一個偏方 好啦 偏方 已經告訴你是偏方 而且我們剛剛 再補充一小點 為什麼我們剛剛說是用基因 因為他們現在就懷疑說 是有一個生計組織 然後他們因為要讓蚊子 絕子絕孫 他們就研究出了一種基改蚊子 然後這個基改蚊子就在巴西 還取得了一個計畫 就是商業的計畫 結果商業使用之後 他們就擔心搞不好 這個資卡病毒就怎麼來的 這個就像很多電影一樣 就是為了研發一種新的科學 結果反而產生一個更大的後遺症 他們就擔心說 會不會是人自己造成的 我覺得反正大家接下來 還是注意一下資卡病毒 然後還有這一個25歲的 這個孟加拉人 他非常特別 他需要外界的援助 而且他也成為Yahoo上面的 熱搜關鍵字 因為他得了數人病 你看到他的畫面 其實真的是處境堪憐 因為他的手跟他的腳 通通都長得這種很像 像樹枝一樣的 然後一開始是出現在他的臉 他的頸子 甚至於他的四肢 他們說要切掉的這個組織 大概有5公斤重 然後他現在尋求協助 因為7年前得了這個罕見疾病之後 他的生活真的也很難過了 他這個可能就是皮膚 皮膚病變 所以因為這樣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PTT上面 今天的熱門話題是什麼 這個文章 你應該很有感 因為台北市塞車 對於需要感通告的 藝人們來說是特別有感 終於我跟你講 真的 我算有先見之明 因為這是這幾天要討論的 我打從半年前開始 當然我的講法也許不對 我說奇怪 怎麼自從柯文哲上任以後 怎麼台北市變得更塞車 我就跟我朋友這樣講 問他們有沒有感覺 因為他有個三橫三重計畫 對 然後後來我今天 來我們T台的時候 又跟我們那個計程車司機 大哥 你有沒有覺得奇怪 這半天來 怎麼台北市莫名而塞 此話整說 平常那個上加班時間塞也OK 下午的時候也塞 好 以前台北市周六周日 是最可以輕鬆開車出去玩的時候 因為不會有車 周六周日也塞 特別是我們電視台所處的 這附近瑞光路 舊中路 要命 我們今天錄影之前導播告訴我 他從內湖到淡水兩個小時 那是台中都到了 所以我們就不免來聽一下 旺福寫過一首歌叫做 塞車恰恰你知道嗎 來看一下現在到底多塞 真的都是恰恰恰 原來那個恰恰不是這個恰恰 是那樣的恰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 就是原因大概跟我手上的 這張圖有關係 因為剩下馬路就這樣 其他的都是 預備給以後的單純 但我認為事情不單純 現在歸咎的原因是 你剛剛講那個三橫 三環 然後還有忠孝橋 隱橋的工程 我覺得因為大都會的交通 就是蝴蝶效應 你稍微一個局部地區出問題 整個會蔓延擴散 所以我認為 絕對不只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天天在開車的人 現在台北市是幾乎什麼都賭 內湖更是賭中之賭都 到那個居民都快要那個 快要那個抓狂了 我們每天進內湖上班 真的要命 真的 好 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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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看 PDD上面大家還討論的是 如果他們被點名 其實現在心裡面應該更堵 堵一口氣 他們就說 曾經宏集一時 而現在逐漸被忘記 你還記得的有誰 然後我必須要講 因為這些都是網友 他們自己在討論 不同的世代答案一定不一樣 結果有人講到了黃安 但他最近宏得不得了 然後另外又講到了曹熙平 可是你覺得不在手 不會 因為曹熙平沉起了一段時間 可是曹熙平這一兩年 反倒是東山再起 人家說鹹羽也會變成薩西米 然後最近很感慨 不是說他要把你撞壞 然後他那個事情有點 182張票讓他非常的挫緊 原本是181張票 然後後來他就說他關閉臉書 說什麼15萬的粉絲 都是假的什麼的 後來呼籲了三天 讓他多一張票變182張 我跟你講 你真的在幫他平反嗎 同意 你聽我講 這個有的人是這樣 你粉絲數再多 就像我個人 我也有63萬 但是你要知道 按讚就不用錢 他按讚 可是不代表他會化作行動 去花錢來支持你 那本來就是兩碼事 所以曹大哥也不要太放在心上 是這樣的 你自己還覺得有誰 有一個人我一直很喜歡 但是好像這幾年也成績了 蕭強 第一名女 蕭強好幾十年吧 人家講到台灣第一名女 一定就是蕭強 這幾年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 希望有個節目 幫個忙把他找回來 他在大陸 他在大陸參加了很多的節目 但是你要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台灣那個 男男女神很多 所以如果 一個月會換一個 對 所以人家才講說 現在那個女神比男男還多 那麼多女神的情況之下 其實蕭強會被淹沒在眾女神之中 這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年輕人跟他講蕭強 他可能想要知道是張錦嵐這樣子 也是 反正不同世代欣賞的女神不一樣 然後都有自己嚮往的就是了 我們等一下繼續來看 在我們的臉書上面 FB社團裡面你就會看到 大家覺得的關注話題是什麼 每個世代選的也不太一樣 好 戰勝大國民繼續跟大家分享 我這從昨天晚上到今天 一直不斷的看到這一篇的分享 那就是曹簡剛娜 悲憫子小姐2 來囉 好可憐喔 這個姿勢在附近 會不會太有趣 好可憐喔 這個最有趣的東西 這個最有趣的東西 好可憐喔 這個難怪喔 好可憐喔 俊倫哥有看過這個嗎 這個沒有耶 我跟你講 他以為你只就是 他們放在杯子旁邊的那種 很可愛的有沒有 然後他就是要學他一模一樣的動作 可是因為你知道 放在那上面的東西那個 真的當你比較浴室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有效果 而且他會成功喔 只是完全不計行效有沒有 所以這個人是曹簡剛 曹簡剛 因為他已經畫了女裝 所以你都看不出來 看起來有點像賴上綱的 差很多好嗎 但是重點是 我覺得他真的是不計行效 完全的犧牲 然後重點是 那個裙子這樣撩起來說真的 如果你是女生 沒有人敢這樣做的啦 你看這個動作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了 這個日本人真的是 都逃都追 你看 有沒有 他們背人只是就是 Spy那個杯子上面 有些就是 這是一個娃娃對不對 有些是好像還會有一個 溫度變化的效果 然後他就摔下去了 第一次 他第一集出現的時候 大家還以為是動畫合成 後來發現不是 是因為他真的摔下去了 好嗎 是這樣的 曹簡剛先生真的非常辛苦 為了博君一期 但日本很多東西 大家都說很神奇 例如我們接下來 我再跟大家分享這個 也是一段影片 然後他是日本的 大家都說他們女生的化妝術 非常厲害有沒有 這幾年當然大家比較想 效法寒妝 可是日本的化妝多厲害來看 這段影片大家就說了 這八個人 感覺很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入快動作 然後在一陣快動作之後 大家就發現 那是一樣的 所以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們最後變成同一個人 所以他們本來就同一個人 你本來沒看出他是同一個人 對啊 就是風情萬種了 對 然後他們就想說 反正就是廣告的效果告訴你說 我一個人可以變八個人 可是因為他當時是倒帶的播 所以就有人以為說 是化妝多厲害可以化成八個人 八個人化成同一個人 不是 是一個人化成八個人 然後他們就說因此有四大妖術 你知道什麼 四大妖術 泰國的變性術 然後韓國就是整形術 然後日本就是化妝術 大陸他們說叫做修圖術 大陸網友就說你幹嘛那麼累 一個APP就好啦 修圖就好了 幹嘛要化妝呢 何必搞東搞西 是這樣的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T台Top10 就在臉書上面 哪些新聞大家覺得最想看 看第10名 原來就是大陸的土豪科技公司 他們發給員工的尾牙 學一下好不好 400萬人民幣擺在那裡 是2000萬的現金 而且分兩個人 一個人的1000萬 但得不到的差很多 因為就是叫你拿著魚籠 去裝魚就算了 好 另外再看到第9名是什麼 那就是台灣MIT的成功 在焦大有個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他們在新竹的香山市地 進行了這種雙結小火箭的試射 結果完成了分解跟第二段的點火 大家就說了 請給台灣 來 太班熟 按個讚 Good job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是不是很多人最近都去日本玩 是啊 東京迪士尼依舊打這個冰雪奇緣的梗 他們就說 艾莎只要打個噴梯 就會冒出小雪人 然後他就變成了小雪人的甜點 然後在這裡繼續吸引更多的小朋友 另外再看到了第7名 昨天其實出現了之後 大家都有點傻眼 因為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立委就變成了 明星走星光大道 可是這個後面播出之後 其實褒貶不一 另外再看到的是 一播出之後 罵聲四起 有人說了 為什麼大陸的民眾 來到台灣消費需要這麼兇 他們因為到了花蓮的這一家 蒸餃店去用餐 然後老闆告訴他 我是現點現做 他等了10分鐘之後 非常的憤怒 老闆最後告訴他說 那你走吧 不要吃吧 不吸汗 好 因此今天的神回應 就在這了 在這裡 這位觀眾留言說 以後可不可以讓每個老闆 都可以這麼的霸氣 遇到奧客的時候 可以不要讓員工受委屈嗎 神回應 讓我們選上了 我們送你小禮物 謝謝你 為員工贊聲 贊聲 好 另外再看到第五名 是好萊塢影星 捷克布萊克你知道他什麼 演喜劇的 對 然後他就以韓國宣傳了 這個功夫熊貓3 結果他就上了無限挑戰 這個是知名的節目 他們真是整到他了 捷克布萊克 第一次在節目中 體驗絲襪套頭吹蠟燭 我會這樣 請坐 套上絲襪的他 看起來像樂高人物 滑稽模樣 笑壞所有人 還要PK枕頭大戰 J.K給我 PK 哈哈直接被擠落地面 捷克布萊克 遊戲玩得超起勁 浑身的搞笑魂 讓播出修飾打16.5% 拿下同時段冠軍 這次為了宣傳功夫熊貓3 到韓國做客 回國後上艾倫脫口秀 更強調無限挑戰 是韓國最棒的綜藝節目 看來這一趟韓國行 讓他留下超深刻的印象 TVB的新聞 蔡中榮林主會綜合報導 這年頭還要套絲襪 然後還要打枕頭架 這不是在台灣算老梗嗎 對 但是因人而異 因為剛剛他弄起來 就特別可愛 跟那個如花弄起來的效果 是一樣的 比較有喜感就對了 對 所以真的整大明星 就一定有節目效果 有收視率 有梗 我之前整過莫鴻衛 莫鴻衛那個時候 這個算是也是槍槓天后 整他很簡單 就是一個 請問一下你要整他之前 你需不需要跟他的工作人員先 其實參謙公司的經紀人是知道的 因為當時節目收視率高 所以他覺得被整的話 那要多人看 那他的宣傳效益才有 所以當時整他的時候是說 騙他到攝影棚要拍廣告 那個詞很難 礦泉水 他叫做一直唸一直唸 唸就唸不OK 然後主持人是哪個認真過程 我告訴你 反正走過必留下眼鏡 我沒有找到影片喔 嗯 反正我就覺得不好嗎 你什麼不好嘛 我這樣說是 沒有我的事情嘛 那拍他的時候哪有我的事情啊 奇怪了你 Oh my God 你跟老婆他要不要錄 我們就更休了嘛 哇 莫鴻衛傻眼了吧 對… 他表情很尷尬喔 你們好財人喔 他一輩子沒有錄過 已經錄到支持人在吵架了 而且乃哥很兇 乃哥收起來的時候非常兇 你當時到底是要幹嘛 為什麼乃哥要配合你什麼 沒有啊 那就是乃哥一直嫌末 我也念不好 那正過程一直在勸嘛 那乃哥就生氣嘛 然後休成怒這樣 然後他要怎樣 你們是要嚇他什麼 是要讓他吐醒嗎 還是 沒有 好笑的是那個 光是吵架 沒有張力嘛 所以當然希望他跟正過程 可以達到那個見訓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給了乃哥一個味乳片 這個味乳片那個凸出來 就不像口吐白沫的樣子 你看… 可是萬一這時候是嚇到還是 他發現不對 因為那個有味道 有牙膏的味道 露餡了 對… 然後他始終沒搞懂就是說 這只是一個錄影 為什麼你們兩個加起來 快100歲可以炒成這樣 我們這個口吐白沫 曾經發生過有一次 整個大陸的藝人黃磊 那個時候乃哥臨時說要學報 我說哪來學報 他說那你叫工程員去買檳榔 因為檳榔其實不出來是紅的嗎 好啦 等到買回來的時候已經在錄了 我就偷偷把工作人員買的檳榔塞給乃哥 那個那個乃哥就塞進去 然後跟正過程就打起來了 噗 出出來 所以很傻眼 綠色的 為什麼 那個菜鳥工作人員他不懂檳榔 檳榔你要夾這個紅灰 才會是紅色的嘛 他買到就是檳榔 檳榔夾一夾出出來當然是綠色的 那個黃磊也那個 那個什麼人間事約天那個黃磊 嚇一跳 你是外星人 怎麼會突出綠色的質疑 好啦 所以整人有時候不一定成功 但絕對有效果 我相信 好 另外再看到 這個現在你身為爸爸一定要注意的 因為這一則新聞 網路上也很多人看 因為一張安全汽車座椅 如果你沒有做好的話 其實可能保護到外星人 你有看清楚嗎 我們要請導播 可不可以再給我們看一次等一下 因為他就是 那個做安全座椅的時候 衣服穿太厚 結果他根本沒有保護到小孩 那個他們講安全帶一定要貼到肉 貼到肉 所以他就讓小孩就這樣 直接飛出去了 所以等於是沒有用的 你們家旗車安全座椅 你有真的確實弄好嗎 我跟你講 這個是每個父親很為難的事情 小孩子他根本不可能 乖乖的坐在安全座椅上面 所以每次我們開車出門 老婆就在後面一直哄小孩 說你乖乖坐 乖坐 小孩就不要坐 然後一直掙扎 掙扎 等到哄到他願意坐的時候 也到目的地了 很難 基本上就是沒有確實坐好 根本沒辦法 我問過很多專家 他們說連我們都沒辦法 要讓小孩乖乖坐在這個 沒有 你要哄他 還是要坐好 不然就是大人一定要在旁邊 確保安全好不好 好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來看 前三名喔 這些影帶一定要看 梯台Top10來看 這個畫面真的好痛 好驚險喔 因為你一個不小心 好不好 走樓梯的時候 他就是摔了 好 好笑喔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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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看這種畫面的時候 真的不要只有笑 因為它常常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邊 他是會的 我本人好幾次 真的 聽說你每半年到才空一次 是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 好 另外看到第二名 其實大家就在想說 有時候不是你的隊友太神 可能是你的隊友 像豬一樣 我沒有講 好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是因為 怎麼可能在槍已經上膛的情況之下 他差一點就把自己的小隊長給毀了 身材重瘦的圓景大腳踹車門 緊接著用槍拖敲車窗 結果碰一聲 旁邊小隊長嚇一跳 本能往後退 差點就被自己的隊員擊斃 圓景手上那把槍已經上膛 而且開保險 這麼用力敲車窗 誤出了扳機 擊發子彈 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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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下一個動作 又把槍口朝車內 小隊長受不了了 拉起他的手 喊手舉高啦 這一喊圓景傻了 右手一直舉高高 直到開車門將毒販抓下車 其他隊員都把槍給收了 就只有他的右手還定在高點不動 太妙了 這個小隊長心裡一定想說 哇塞 我是死一頭生了 但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會常常看到很多 相同系列的 對不對 你要帶我們來看什麼 這方面系列還滿多 賽車道 賽車道本來是一個緊張 必須要講究專注的 但如果遇到諸一般的隊友 也會意想不到的狀況 來看一下 這樣好啦 那到底是為什麼要趕成這樣 沒有 他可能緊張 那你要讓他坐穩 他沒坐穩 結果這個比賽也不用比了 你把他推出去幹嘛 推出去也是丟臉了 對 我再看一次 就是這樣 他明明就還來不及 然後這麼一推就逗逃栽了 好不好 隊友沒做好 就是這樣 那在凱旋道場上也是就一樣的 我們在看到這一幕 這要怎麼評語 你會怎麼評語 這個就是看到黑影你就開槍 探旋道場就默契 那你不能那個 開始你就毛起來亂搞 看一下 好 來吧 他好痛 高興了吧 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個問題出在畫面右手邊 那個女孩 對 而且他開始這樣 然後旁邊的人為什麼 竟然就接著開始 對 沒有 他那個是一個連鎖機制 就是看到人跟著就一起動 他就有喊口令小 1 2 3 開始 1 2 3 他可憐 然後還取錢關心 真的 那不只人會出包 動物也會出包 但是接下來這動物厲害了 他打敗了我們的大胃王 就是日本的大胃王 然後吃輸給一隻小倉鼠 它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名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了 他特別幫他準備了一個擂台 有沒有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小林尊 小林尊最會吃熱狗漢堡 有沒有 全球大胃王第一名 真的 然後我們看到了 這隻倉鼠也是 然後他們就一直塞 一直塞 到底要塞多少 還有技術 就不怕想像人家倉鼠子型那麼小 他這個塞好多 重點是他沒有停 然後你看到人這種緊張 你就會想說 人真的有時候 何必為難自己呢 因為最後他就輸掉了 新一代的大胃王 是小倉鼠 這是一種除涼過冬的概念 動物有這個本能 對 就吃 就發 把一整個季節的食物 都先吃進肚子裡面 然後再慢慢的過冬這樣子 真的 是這樣 所以也有網友留言說 不要說我胖 我只是嘴巴裡塞了 比較多東西 但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一幕 我覺得以作為媽媽跟爸爸的角色 應該會很感慨 這是我今天要按讚的新聞 值得按讚 因為他是一個媽媽 他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找腰 然後器官捐贈出去 心臟捐出去了 捐給了一個四歲 當然是生病的孩子 結果他本來不應該找到他 他卻找到了他 他聽到了兒子的心跳 我們看到了剛剛那個小男生 他叫盧卡斯 然後他七個月大的時候 其實就死掉了 可是他媽媽克拉克 你可以看到他就非常的 怎麼講 很激動 因為他在網路上想要去找 你知道去光監證 其實你是不可以知道 他捐給誰 但是他想要知道 然後沒有想到對方 就是受捐贈的那個小女生的媽媽 也想知道是誰幫了他 所以他們就透過臉書 他們是透過了社群網站的幫忙 然後就找到了彼此之後 上個禮拜他們就安排見面了 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是CNN的報導 其實我覺得 讓我最感慨的是這一段 因為 這個小孩的心跳是 他兒子的心跳 真的 當場他就累愧一提了 他就說這是我兒子的心跳 但他也因此就知道說 其實這就是一段緣分的結束了 這也是生命的延續 對 但是兒子就在 另外一個小女孩身上 會好好的活下去的 我覺得器官捐贈 一愛人間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偉大 好 謝謝玉琳哥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我們等一下回來 還有更多的夜深現場 好 到了野深現場時間囉 要過年囉 現在大家還會買春蓮嗎 我們自己寫 怎麼了 我們來寫個春蓮好嗎 這麼突然 我覺得這個比較霸氣 霸氣 要霸氣 我們的團隊說了要霸氣 好啦 雲寶 可愛嗎 可愛嗎 雲寶 可愛啊 快點 我們來展示香蕉 一定要比你們說可愛 洗衣曬被春蓮 當然就是休息啦 不要想說天氣會多好 因為呢 乾冬至濕過年 氣象古有俗艷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能夠坐好坐滿喔 棒呀 棒棒 你看我們主播主多好 有讚 在新的一年 然後吉祥 加薪加福氣 而且讓每個人都是 好好的每一天 過得人緣滿滿 哇塞 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吉 家 福 滿 好 讚 祝大家 猴年 猴在 我為什麼想要猴年行大運 好怕的 來講好好的 好啦 猴年行大運也行啊 那另外再看到了 這一個呢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 你習慣拿手機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單手操作的話 注意一下你的小拇指 會激情喔 黃金 萬塊 我不說 萬塊 奇三 我 我 我 很 Sz 整天都失敗 不是 不過這個 好下去應該不會有什麼影響 我真的有檢查一下 還好我沒有 雖然我是中度使用者 但一定要注意好不好 不要一直一直一直 固定這樣的動作滑手機 太危險了 但另外一看 如果天氣變冷 車子也會變顏色 就太厲害了 藝術家有做這個 再有一個 另外一個改裝品牌 叫Bidoo的 它也是 它用這個Lamborghini的Aventado 然後它是直接用熱水潑 它就產生一種 像是刺青的這種圖案 它的廣告其實還滿特別 它用冰塊就可以恢復那個顏色 理論上這樣的東西 它其實用手的溫度 身體的溫度也能夠讓它變色 甚至你曬太陽 或是引擎發動以後 因為如果說像那一台變 剛剛在地球黃金線有播 所以今年會冷過年 剛剛那個車應該就會變色了 提醒大家 這幾天注意好保暖 而且在除氣到初一是最冷的 謝謝您今天的加入 明天繼續 讚聲大國民 拜拜 拜拜 拜拜